力抗中共解放军动作频频 台美军事交流持续升温 美国国务院宣布最新批准对台的三项军售案 总额大约有637.73亿台币 包括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以及雷达换装案等等 都将有助国军持续提升防卫任性 从冬府在第一时间感谢美国政府 基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 持续提供国防武器 再次展现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坚定成果 年度天龙操演28号就要登场 空军强先释出影片 将要验证各项政绩跟反应能力 面对中共武力威胁 国军不仅加强战备 美国也最新宣布对台湾的三项军售案 总统府感谢美国政府 依照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 持续强化台美合作伙伴关系 再次展现了美国政府对台湾安全的坚定承诺 美国国务院公布已经批准三项对台军售 进行知会国会的程序 包含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以及雷达换装案等等 总金额大约637亿台币 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最大笔的军售案 国防部强调美方攻售的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经过乌尔战争实战验证 将有助提升国军防空作战效能 外交部也证实已经收到美方军售案的正式通知 面对中共威胁 欢迎里面相近的伙伴 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海和平稳定 军售专家也分析了 这波军售着重防空雷达与飞弹系统 可以补偿空军对小型 还有慢速目标的征搜能力 尤其部分系统是挪威与美国共同开发 更能代表北约对台湾释出了更多闪意 接下来我们下车站台北栽弹报道